浪漫溫馨的聖誕節即將到來 高雄市中央公園 也呈現出濃濃的過節氛圍 許多工作人員 正在為節慶做事先準備 可以看到20公尺高的聖誕樹 矗立在眾人眼前 一旁還有超過5公尺的 東夢精靈迷路 和巨型的心願聖誕河 即便是大白天 也能吸引民眾到場搶先拍照 對 我覺得剛才也拍 那個聖誕樹好漂亮 覺得這邊的造景 不錯 用的不錯 雖然白天的人潮不多 但夜晚的中央公園 勢必會有不同風貌 在各種燈飾的點綴下 更能感受到滿滿的聖誕幸福 這裡很漂亮 可是可惜晚上就是白天 這晚上的燈光應該很漂亮 我們昨天經過很漂亮 所以今天晚上再來 有機會的話會想要來看 因為感覺會滿漂亮 那之前就坐在前面而已 高雄市政府12月22日 以及23日兩天 結合音樂 市集與燈光 在中央公園會舉辦 2023高雄聖誕生活節 預計現場會有200攤的文創攤位 同時我們也會邀請 清創品牌店家 還有高雄商圈的在地特色店家 共同來舉辦聖誕市集 在活動現場以iPassMoney 消費200元就能到服務台兌換100元 聖誕商圈優惠券 不只這樣高雄13家百貨更加碼推出 從聖誕到跨年期間 滿千送百的聖誕商圈優惠券 讓民眾除了在百貨公司消費之外 還可以拿著聖誕商圈優惠券前往商圈消費 共同創造聖誕商機 那將會以中央公園為中心向外擴散 那除了設置20米的巨型聖誕樹外 那也會以主題燈光佈置光環境 那另外我們也會加碼發放聖誕商圈優惠券 那希望能夠讓人氣跟買氣能夠集合在我們的商圈 滿千送百的活動將採限時限量發送 在13家百貨公司換取後 就能到全市將近30個合作商圈消費敵用 要民眾一路優惠到2024年 記者 張文沛 莊舒婷 高雄報導